柳连当头,我是妍妍 最后大家,我是秋子 是,今天我们来到了4月26号 4月26号,其实在我们的邻国,泰国 泰王呢,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一直没有下葬 没有下葬的原因呢,是需要 其实泰国是需要有一个火葬仪式的 这个火葬仪式延迟到一年 到今年的10月份才到最后的几天结束了 是,那是因为根据泰国的法律还有习俗 国王是至少要停灵一年 高升100天 一般民众在7天完成这个火葬 火化葬礼 所以为什么这个泰王呢 是延到今年的这个10月25号 才举行这个火化葬仪式 那这个泰国国王呢 是在去年10月13号的时候驾崩的 根据泰国王室法的规定 国王的火化葬礼呢 必须要由继任的国王主持并且点火 王室依然在筹备这个葬礼当中 设置火化墙 还有准备这些专用的薪裁 整修载运圣体的战策等等 那么这几天究竟都做些什么呢 从10月25号到29号 在这四天当中呢 其中在25号呢 将举行法会 移灵至皇家 皇家填火葬场 也就是从把他的遗体移灵到火葬场 那么26号呢 就举行火化 27日呢 收集骨灰 28日呢 举行法会 29日呢 安宁供奉 那一共是五天的时间 还是一个 不过相比较过去 呃 停灵一年的时间 这四天是最后的一个节点时间了 也是很多的民众为了 怀念自己心目中的 太王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大家肯定会 呃 都出来 然后参加太王的这个火花仪式的 呃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 朝鲜半岛的局势 在新加尔昨天的时候呢 是朝鲜庆祝了 第85届建军节 那么在这天建军节的过程当中 究竟朝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动作呢 呃 是呢 朝鲜在当天的时候就在东面 东面干口的城市 云山市 举行了设计的演习 这个是当地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炮击军演 呃 根据报道也说最高领袖 曾正儿呢 也在 也在战时的后 也在现场兼唱 消息人士就指说 总共有300到400台远距离大炮参与 呃 这个朝鲜的 就朝鲜的军队呢 集中部署在最前线的远距离大炮 射程是可以覆盖整个韩国首都首尔的 分析也认为说 就是朝鲜方面这一次在军演 主要呢 就是向美国还有韩国施压 让美国还有韩国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的武力 嗯 同时呢 朝鲜这方面呢 呃 其实呃 你包括他的 各 他在85年建军节的时候呢 呃 呃 大家在怀疑猜测说 是不是他要再次试射导弹 呃 甚至进行第六次核试棒呢 呃 但是 嗯 在整个 在 建军节的过程当中 呃 可以观察到 平壤当局呢 没有任何的挑衅的举动 另外的一个方面呢 嗯 现在美国和日本和韩国也正在开会 呃 紧急磋商 目前来说 对朝采取的一些行动 以及 以及 呃 未来或者将会预测或采取的一些行动 那么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呢 中国啊 中国这方面哈 包括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也报道 其实中国这方面在中朝边界也有所也有所动作了 嗯 对那这个中国人权民运信息的就报道说 从星期二凌晨开始的时候 解放军北部战区20万陆军海军空军以及火箭军已经进入到最高的一级 呃 一级战备 防备美国以及朝鲜发呃爆发战争 20万部队在星期二凌晨的时候将轮流休息 保证一有事情的话就赶快立刻反应 日本读书新闻的报道也说了 中国军方因为朝鲜半岛局势可能生变 再加强中国朝鲜边界的警戒级别 报道也说 中国军队将在四月中的时候已经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整个的这个战火味道呢 已经是可以闻出一点这些味道 嗯 是的 呃 另外除了中国这方面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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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备状态了 那么另外的一方面看一下美国这方面究竟对于朝鲜半岛持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呃 总统呢 呃 特朗普呢 在当地周周一的时候呢就邀请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来这个白宫开会 那么表示呢 朝鲜的导弹和和计划呢 使啊 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逐步升温 那么安理会呢 必须啊 得准备施加新的制裁 谈成各方的对这个大问题已经啊 放眼数十年了 但终究的有一个行动解决目前的一些局势问题 另外美国内部哈 美国内部也有一些行动 这些行动让人感觉看看到朝鲜半岛似乎局势真的真的在紧张了 嗯 对呃 这个安理会呢就必须要准备新的新制裁 还说这个问题呢 其实已经蒙蔽了大家的眼睛 好久了数十年了 现在应该要采取行动了 不过特朗普呢 他是没有说他应该要什么时候对朝鲜施加新的制裁 美国官员也说这个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讨论当中 新的制裁究竟应该作为朝鲜在试射导弹或者是核尸报的回应 还是一旦获得通过以后就尽快实施 嗯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会参议院高层啊的助理他的表示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内部内阁啊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员周三的将在白宫举行罕见的简报会 对参议院全体的议员呢说明朝鲜的情势 简报会呢将定于就是大马时间是零周四凌晨三点举行了 呃另外行政部门到高级官员经常是前往国会山庄与国会议员讨论外交政策和国事这些事物 呃但把参议员一百位议员全请到白宫听简报会 而且是由四位高级官员做简报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以前是没有过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种举动是非比寻常的 那么呃在在这方面呃美国是是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些呃 呃内在的动作 另外一方面呃也有传言哈 说是呃现在也许朝鲜已经制成了洲际弹道导弹 或许会严重的威胁美国 嗯对那这个是根据呃美国国安国安国安国土安全部部长呢 他在早前他就接受CNN的采访的时候有说 特朗普在展开第二总统任期以前呢 朝鲜就已经成功研发了 可以到达美国本土可攜带的洲际导弹 让美国呢是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的 那呃这个当主持就被问到说 这个美军到底可不可以成功拦截朝鲜的导弹的时候 凯利是拒绝回答的 那他也有说这个问题呢是涉及到呃机密资料 但是凯利最后有说 如果朝鲜导弹真的可以发射到美国境内的话 国家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 那早前这个朝鲜在阅兵首次展出这个中程潜射导弹 北极星一型号的时候呢 据江江认为说导弹是有可能是以玻璃切化强化塑胶的制作 可以反映出其实朝鲜导弹技术是有进步的 而且这个进步的是已经是超乎这些所有导弹专家的想象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朝鲜的弹道导弹的技术究竟到于哪样子的程度呢 呃其实有些东西都是情报机构在做 但是嗯究竟是有还是没有 朝鲜真的威胁到美国了吗 还是没有威胁到美国啊 还是就像专家所说至少还需要三年才能够威胁到美国 但是嗯目前啊 白宫内部的人士就说了自从特朗普上台这个时间段 朝鲜已经制成了威胁到美国的弹道导弹 所以这种说法究竟可信还是不可信呢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因为之前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呢 说伊拉克内部有啊就是啊一些生化武器 所以要进攻伊拉克找一些生化武器 结果呢就什么也没找到当时也是说这些生化武器有可能威胁到美国 然后让美国人民能够赞同美国出兵伊拉克 那么这次呢朝鲜究竟的朝鲜弹道导弹真的能够威胁到美国吗 如果真的能够威胁到将会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 如果没有威胁到但是但是目前他这种朝鲜半岛的技术一一单美国开打的话 他的啊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其实现在这篇文章给大家很直接的一个理由了 就是朝鲜能够制成了弹道导弹能够威胁到美国 所以美国要开开枪了会或者说引起半岛战争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究竟是谁都说法是正确的呢 还是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 呃另外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现在核潜艇的密歇根号已经 呃就美国的核潜艇密歇根号已经抵达韩国 呃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也或许也是有意在威胁着朝鲜 是呢呃这个密歇根号的航母的就是 他的这个是航母卡文卡尔文森战斗群的其中一个员 呃其中一员他就可以携带由潜水艇发射导弹 呃导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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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射程是超过2000公里的 将会停靠在浦山但是不会参与联合军演 主要的目的是向平壤发出一个非常强硬的信息 跟呃这一次同时的时候 韩国海军也宣布在星期二的时候会跟美军在黄海进行实弹军演 呃再次向朝鲜展示美国韩国同盟的力量 呃这个韩军的驱逐舰王舰号呢 这个美军神舰号驱逐舰蔓延呢也将会参与 嗯呃其中呢呃美国呢也会在他的加州的空军基地 试发一枚无弹头的呃冰冰三号导弹 就是洲际弹道导弹 呃当时其实之前呢美国就发过这样子的一个无弹头的 呃不弹头型的弹道导弹 当时呢是穿越了六千七百公里后击中了位于太平洋的目标 那么现在呢美国又要试发试射这个无弹头的这种弹道导弹 也是为了震慑啊为为了震慑这个朝鲜这方面的一个政治势力了 但是朝鲜半岛这样子的紧张局势使得很多的民众也忧心重重怕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在日本这方面呢呃有一个行业就是兴起了 嗯对就是呃在自己家新建和避难所的日本民众呢 其实是有增加的增加的趋势的 不同的这个成绩上的表示订单和这个查询都已经增多了 以往呢呃这个是有一年差不多有六单 现在是大概四月呢就已经有八单了 呃这个根据这个什么是和避难所 其实就是在一般的房屋下面呃增设这个避难所 那这个避难所是十分的坚固的 广岛集合单在660公尺以外 着地也可以确保避难所的安全 呃这个由于建设的需要 所以一些客户呢就必须要先购入避难所需要的这个 瑞士制造的空气净化器 还有防辐射有毒气体 利用的款式呢呃是售卖62万日元 相对于是两万四千六百七十九令吉的 十三个人用的房呃十三个人的话用的话是售一百七十万日元 虽然这个价格就很贵 但是这个公司进货的五十台全部都卖光了 嗯所以这个产业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兴旺的 合避难所啊呃看来无计是无论是官方民众还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呢都对于朝鲜半岛的危机 呃以以正确或者是以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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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